李先生继续请桃园的徐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桃园的徐先生您好 请讲 大家好 我只讲一点 这个胡六两点好了 胡六点其实这都是老生常谈 只有一点还不错 就是说要给台湾所谓的国际空间 我希望不要在台湾当局 不要再用那个什么 打压我们的外交空间 请你把我请你告诉我 什么样子才叫不打压 就像台湾独立他也打压 那不会还打压吗 这个已经到了无限上纲 也不行 第二点我跟大陆讲 跟台湾讲 说实在的 他说这和平说了四八次 但是这四八次一个用没有 你要拿台湾要统一 只有用无力 这是绝对的 谢谢 好的谢谢桃园的徐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来主持接下来这一轮的讨论 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 那么我们注意到刚刚这个 在听众朋友们或者是东宁有提到 就是说胡锦涛这次的谈话当中呢 也特别的对于民进党喊话了 所以我们先回到台北来请教武汉吴教授 就是说这次胡锦涛当然主要两岸的 在执政高层当中您也提到说 都有这个 都有这个很大的意愿来恢复两岸的关系跟交流 那么胡锦涛这次也对民进党喊话 您觉得台湾内部的朝野对于胡锦涛这次谈话的回应 您怎么样来评估呢 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这个谈到 就是说在执政党或者是政府 对于这个胡锦涛六点的回应 执政党是表示正面的 它是四处善意的 可是对政府来讲 它必须谨慎一点 因为政府它是在掌握政策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 在特别要提到说一中原则 那么下面没有对各表表示论述的话 那这个政府对这一点 因为政府必须照顾到 不是只有执政党的问题 还有在野党 那么在野党也有很多群众 对于这方面它是有意见的 那么所以尤其是民进党 一向过去强调的就是台湾主权的问题 那么如何让这个台湾的这个主体意识 能够凸显出来 那么所以当民进党看到说 这个五六点能够对民进党有所琢磨 但是对民进党来说 现在也不能马上就回应这个事情 因为对民进党马上回应 那跟过去所坚持的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呢 所以这个我相信在日后会看到 我不晓得这个大陆那边 会不会有一些具体的做法 跟民进党之间采取一些互动 那如果再有一些具体的做法 我相信他们会来慢慢推动 因为这毕竟是宣示了一个政策 那么既然是一个政策 将来就会有一些比较细致的作为 来作为一个推动的一个依据 那么至于民进党要不要去回应 我相信民进党会有人比较务实的 希望去开展两岸关系的这些民进党员 是愿意去回应这个事情 当然我们也不可避免 民进党内部还有一些比较坚持 这种独派的 那么他们会对这个问题 采取比较保留的态度 我想这个是日后来 我们可以再继续做观察的一个问题 谢谢 好的 谢谢武汉武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来请教蔡泽良蔡会长 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您怎么看呢 这一次狐六点 我们想除了 请您从这个华府来看一下 台湾内部对于狐六点的反应之外 您可不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下 就是说在美国 他们对于这一次两岸 除了已经恢复对话之外呢 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作为 还有交流的意见 还有未来的做法等等 美国的看法如何 那么您可不可以综合的 为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是的 以美国政府的立场来讲 它还是一样乐观其成 而且很高兴看到这个进展 让这个台湾的问题 不再成为一个 头号的头痛问题 让这个台湾问题 不再成为一个 紧张的地区的问题 那么回到刚才 这个江苏的高先生讲说 不要战争 其实还有这一位 这个江苏理先生 最终的目的是统一 这个都是最终目的统一 这个中共从来没有 没有虚伪的告诉你 说不是的 这是确定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不可能去违背这个原则的 那么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想北京当即 在这个过去八年来 看到这个美国 在这个处理中东问题上 美伊战争也好怎么样 用武力来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不好 所以我刚才强调说 和平讲了48次 其实是有道理的 那么就是说不要战争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所以和平 他们希望在统一的坚持下 能够用和平的手段来完成 所以说在目前来讲 不需要去强调军事上的 而且事实上没有人 现在没有人要强调军事上的动作 在这个历史的教训上 他们已经从美国学到很多了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将来最可行 也最需要的做法 谢谢 好的 谢谢蔡会长 那么都您 我们也抓紧时间 继续来接听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抢起北京的听众 北京的张先生也参与讨论 北京的张先生您好 请讲 喂 您好 您好 请说 台湾问题本身并不是什么 两个国家的问题 而是一个中国的前朝与后朝的关系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已经出现过这种情况 已经出现过先例 我想那个 你像陈水扁吧 他抱着那个台独的那个理念上的台 其实陈水扁这个人啊 他有点像那个希特勒 希特勒用的是纳粹 陈水扁用的是民粹 就是台独的这个民粹 但是他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他是那个 以台独的名义A钱 所以我说呢 凡是抱着那个台独理念的人 说句不客气话 他们是抱着死孩子 养不活的 好的 谢谢 喂 喂 经济长 喂 另外我就说一下 你看香港回归中国之后 出了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那个领导人 陈冯富珍 但是我相信 如果台湾和平统一之后 肯定出不了联合国秘书长 好的 我的话完了 谢谢北京的张先生 继续请台北的谢先生参与讨论 台北的谢先生您好 请讲 喂 喂 你好 请说 好 谢谢 以前国民党说要反攻大陆的时候 对那个国军 他是说有那个 以后有统一 统一之后有战事授权证 那就是一直拖拖到现在都还没有统一 就是对统一一个不确实际的一个 一个比较不务实 那民进党他对大陆的一些善意 他是认为包场祸心 那这是言论自由 还是民进党是有证据 有威胁性 那对大陆人 对大陆的文人 零八宪章这些 如果能够开放新闻自由 会不会让台湾的民进党 或者是国际的观感 比较好 算不算是一种进步 除了经济进步之外 一种另外一种进步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台北的谢先生 继续请上海的陈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上海的陈先生您好 请讲 上海的陈先生 陈先生不在我们线上了 江西的李先生您在吗 江西的李先生请说 大家好 你好 在新的一年里 我愿台湾人们 把大陆这条路 越走越宽 越走越广 要让大陆的涓涓溪流 流进 保倒台湾 再把保倒台湾的动力 带给大陆的人们 让大陆的人们 来仰慕 和拥抱台湾 台湾 让中华民族的经济神 成就我中华民族的必防 再让我中华民族 为世界开拓一条名号的道路 去拥抱世界 再把幸福国民好 打向未来 让我们人类 尽快的拥抱在一起 好 刘先生你还在线上吗 听到的话请说 你好 你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就抓紧时间 就是我认为 胡锦涛所提的这个观点 是在回应 马总统对于大陆 和平友好的 这种主张 因为我看到 网上我看到 有一则消息 就是中国军方 为了配合胡锦涛的讲话 已经规划在今年的春季 将部署在湖南 江崎安徽的飞弹 瞄准台湾的飞弹 全部撤走 同时部署在南京军区的 苏20起苏30 也将逐步减少数量 谢谢 聊您 刘先生 不好意思 我打断您 不过您的意思 我们大致上听懂了 我也会回应您的观点 最后还有一位 湖北的李先生 湖北的李先生 去抓紧时间 我就是要讲 这个刚才有很多听众 他讲到这个 要动用军事武力 来对付台湾人民 我觉得这样做呢 那就是说 是危害两岸的重告 这个 这个胡锦涛 不管他是什么 什么形态 什么什么想法 什么用意 但是他们的统一 主张是不会改变 好的 但是 共产党统一中国 是存在巨大的问题的 他必须要符合 整个华人的愿望 好的 谢谢 才能够达到 最后统一的目标 谢谢湖北的李先生 我们讨论时间 剩下最后的一分钟 向前两位来宾 大约各以30秒左右 来做个简单的总结 想先请台北的武汉 武教授 你好 这个刚刚听了 各位听众的这个发言 感触非常多 毕竟在两岸里面 民众对于这个两岸关系 都非常关心 那所以两岸的领导人 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 按照自己的意思 来主观的来 做很多的这个宣言 那么所以 对于这个宣言